我要繪製折線圖,假設是人民幣的話 人民幣部分的話,其實它的範圍 我們一樣 理論上應該就是要把那個 聚集給錄製下來人民幣部分,不過 它跟剛剛的部分不太一樣,它選的方式 可能要特別小心,選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選A1到 最下方,就是Ctrl Shift向下 然後一定要避開什麼,避開B欄 所以你變成說,如果你還要再選C的話,記得要 先按Ctrl鍵 再按下C1之後,再Ctrl Shift向下,這樣的話呢 才可以把A跟C 分兩次選起來 那選完之後一樣,你可以把它錄製聚集 這個錄製聚集的名稱也許叫做什麼 叫做人民幣 錄下來之後呢,其實跟剛剛的城市 其實還蠻雷同的,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因為這個錄的過程應該差不多,所以請各位自行錄製 那我把最後錄製完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錄下來的應該跟剛剛蠻像的 只是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就是說 它一樣 這個地方後面也是沒有坐標 寬高跟寬高 那我們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自己在從上面的這個有沒有,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做修改 那改哪些地方呢,比如說把它貼下來 貼下來之後的話,當然我要繪製的是人民幣 人民幣 理論上我是希望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 就是 美元的下面,你不能 還是M1那不對,把它蓋掉了 所以應該是放在什麼呢 放在M11的地方 所以喔 如果在下一個這邊,M21 再來就M31 有沒有,依次類推 那寬跟高都一樣了,所以其實不用變 需要變的部分呢 主要是在它那個坐標 所以把這個改一下,改M11 這邊改M11 OK 那 這個其實可以不用變了,因為這個其實每個儲存格的高度都 你改M1跟M11其實都一樣,所以這個其實可以不用動 好,那這樣的話呢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不太一樣喔 剛剛的range 它是一個A1到B39 這應該是39才對 改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它因為是分開了兩個範圍 所以喔 這個一個範圍 逗點第二個範圍 OK 有沒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啦,不過其實理論上 假如說上面這個如果改成跟下面一樣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改成什麼 A A1到A39 你可以逗點什麼 把這個改成什麼 這個改成B B 到B 這個改B就可以了 那這邊一樣改成B 有沒有,這樣也可以啦 我們執行看看,如果把這個刪掉的話,執行這個,這個是美元的部分 美元的折線圖看能不能跑出來,其實我把它改成兩個範圍分開來 那你會看到這個結果是不是如果我們預...對,沒問題 那這個CE的話是人民幣 OK有沒有 那做出來的話變成往下 那再來當然你想說,老師那如果是 歐元對美元的 匯率如果要繼續劃怎麼辦 那當然 其實 這個什麼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就是直接Ctrl C嘛 有沒有,這Ctrl V 那這邊就歐元嘛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邊應該改成什麼 M21嘛 這個M21 然後這邊變成D 有沒有 這邊變D 但問題來了 如果說現在這個,這個總共 藍數10藍 那變成你,變成要123456 要變成10個 Sug 這個執行看看 應該 我看 這改改的 執行應該OK 有沒有,歐元就有了 那如果 還有啦,那變成說你變成要做10個 那當然你如果做10個也是可以 只是說好像又沒有那麼 當然比人工還是快啦 只是說呢 如果你希望能夠更快一些些的話 那理論上 你就有必要怎麼樣 把那個規則找到 然後寫一個回圈就可以了 所以喔 這個後面難度會比較高一點 如果你要跑出全部的話 那你可能要先分析幾件事情 就是 到底 他們之間有什麼差異 第一個差異 他的規則是 第一次是1 第二次變11 第三次變21 那他什麼規則 反正他一定有1啦 然後呢 每一次的話就加上10的倍數 所以其實他是加上什麼 10的1 這個是加 這個是加10的0倍 有沒有,10乘0還是0嘛 所以加起來還是1 那這個變1 所以這個變數的話 就變成什麼 這個假設變1的話 那變成就是 就是11嘛 這邊如果變2的話 那變2 對 所以喔 其實 這邊其實就可以是一個變數 那如果假設了 我們需要這樣 第一個啊 需求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他第1次是B 第2次是C 第3次是D 那一直到最後的話 應該是到哪一個藍位呢 他這邊應該有顯示的 應該到K吧 那我要怎麼樣讓他可以 第一次是 B藍 第2次就抓C藍 所以喔 這個 假如說 你要讓他全部跑的話 你可能會 能夠 產生兩個變數 那把這兩個變數放在 這個位置裡面 那 就可以全部跑出來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再試試看用那個 改成那個 人民幣跟歐元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3頁 第3頁 其實這邊有一個 人民幣的聚集 OK 折線圖人民幣 然後 其實主要是改那個啦 M11的部分 M11 然後 歐元到那邊 M21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他的什麼呢 他的 Range 下面 叫做 Source data 是他的 之來源的話 原來是 一個連續的範圍 A跟B 那你可以改成兩個 分開來 一個是 前面的是日期 後面的是他什麼 他的那個 匯率 的資料 匯率資料 OK 那 把改39 現在要改30 他現在 所以這個資料來源有時候會變動喔 那你可能還是要根據實際上的資料 去做調整 好那 待會的話呢我們就是要把 這個資料喔 改成全部匯入喔 因為如果說一個一個匯了那當然變成你你就是要 做10個SUB 可是你會發現啦如果寫10個SUB 其實當然 對於城市 來說 其實會覺得說好像有點 沒有效率啦 當然以 城市的角度 會是希望怎麼樣 把它變成一個就好了 那只是說 要如何把它變一個呢 那這個地方當然就是 我想 今天 課程裡面最難的部分 就是如何再 加上一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呢可以讓它怎麼樣 逐一個跑出來 OK 那當然我也是希望說你們可以把 這個部分喔 再融入到你們那個 期末的專題報告裡面 OK 期末 專題報告裡面 一定要有匯圖喔 OK 那至於說呢你匯圖的狀況喔 當然你如果 匯圖的複雜度越高 那將對你拿的分數越高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分數能夠高一點的話 可能就想想看有沒有辦法 比如說像 多個欄會你可以 像寫一個回圈 可以自動把它 這個 截取下來 那 不過當然這個部分也是量力而為啦 如果你能力 許可的狀況下 你就多多做一些些 當然你相對分數比較高 當然你如果 做的比較少 那給的分數當然相對的 比較 少一些啦 如果你做的很陽春 那我給你一個 很基本的分數喔 另外最後的話 還是一樣喔 我們 請各位喔 就是 在最 這個 你做完這個專題之後 一樣要寫 寫一個心得 寫一個 這個 心得報告 那不過心得報告的話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要拿相對高分的話 請你 這個 敘述的越完整越好 也就是說你讓我知道 比如說第一個 你的動機 你為什麼要選這個 這個資料來源 的原因 比如說有同學是因為他對於 居住地 他自己 這個居住地 有些什麼樣的問題 他想要改善 那他所以他有這個動物 或者說他想要幫他 爸爸 去 做一些投資理財 的規劃 或者是說其他的啦 那其次的話就是說 你們假如說因為你們現在的 也許城市設計能力沒有那麼強 但沒有關係 我希望就是說你可以 讓我知道說你曾經 努力過 但是不見得 努力都一定會有成果啦 不過至少你努力過 你可以把那個過程也去敘述一下 也許你目前做不到 但是至少啦 你可以 在後面可以 就是 再說明一下說 你或許 之後還可以再去做一些什麼樣的努力 或許你可能可以把這個東西目前的 程度也許不夠好 然後慢慢的話 也許之後 可以再加強 某些問題 而且你 當然 你可以敘述一下 讓我知道一下 你有 這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 最後的話結論 反正就是 至少讓我知道說你從 你的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其實我反而有時候 很想要看到就是你的那個 最後的那個結論 是不是真的有 有沒有什麼樣 跟你原來想的 是不是 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像說 前面舉的那個住宅切道 的這個問題 到底 換個地方桃園 跟你原來想像的治安狀況 是不是一樣 那諸如此類的 你就是把這些相關敘述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把這個後面的全部 程式的話我們就把它 把它撰寫一下 最後就是在一個三圖 那今天大概 差不多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作業基本上就是 請大家好完成 剛剛做的這些動作 畫面再借給我一下 OK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希望說全部跑出來了 把這個全部都完成 那完成的話這邊 當然 可以先把舊的刪掉 那刪除圖我們在 前一個課程其實有 有這段程式 我只是把那段程式拿過來 其實這刪圖這個可以拿來當範本 反正這個刪除圖 你把它執行 這個工作表裡面 全部的圖通通都刪光光了 OK 那這個 細節 我想你們自己在 再看一下上個禮拜的影片 其實很 很簡單 他其實就是先檢查一下 這裡面的圖是不是大於 大於零 就是一個以上 如果有一個以上的話 就把那個圖刪掉 就大概這樣而已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 就是在 寫一個 所謂的 折線圖全部 如果我要畫10個欄位的 折線圖的話 第一個當然 我們一樣就是 建一個sub 名稱叫折線圖全部好了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我們要跑個回圈 那總共 這個 欄數的話 剛好就是 B到K 算一下剛好10個欄位 所以 10個欄位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建議 因為你要跑10次嘛 所以你跟他講說 4 I等於 1到10 意思就是讓他跑10個 10次 重複的動作 那這個重複的動作裡面 基本上你可以拿一個範本 比如拿 人民幣這個好了 OK 拿這個當範本也可以 那你可以把這一段兩行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中間 意思就是說 他會在這個回圈裡面跑 總共10次 那這個10次的過程當中有一個變數叫I I的值 他會從1一直變化到10 所以呢 我們只要 把利用這個I就可以變出我們要的這個東西 比如說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11 21 31的話 那首先的話也許我們可以在上面增加一個變數叫K好了 那K的值 他必須要滿足剛剛講的 就是 預設值是1 加上什麼呢 加上I的值乘上10 那I乘上10的話 這邊我們可以分析一下 如果當I等於1的時候 那應該 K等於多少 1乘上10 可以1乘上10 10吧 10再加1 那就是 11吧 OK應該可以看懂這個公 大家都還在 OK 這個應該不是很複雜的公式 然後呢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第一次是希望說 他的值應該是1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動作 就是可以把I先減掉1 記得先刮虎起來 為什麼要先刮虎呢 因為呢 一樣啦 先 他如果預設是先乘除再加減 所以呢如果你沒有刮虎起來 他會先 乘 再減 那不對 所以先 意思說 我先把I的值先減掉1 那他就變成0了 0乘上10 還是0 那加1 他K等於1嘛 所以放過來 他就是M1 OK 那如果當I等於2的時候 2減掉1 那就1 1乘上10 就變成10 加1 變成11了 OK 意思類推啦 再來就3 3就變成21 再來30 意思類推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把這個K 放到 這個M11的位置 OK 11我們就把它delete掉 然後後面空一格加上ANDK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把它加一個ANDK OK 第一個步驟完成了 OK 那為什麼 後面串一個 ANDK 這個前面好像有同學問過 我也講過了 所以如果細節部分不太清楚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影片 那主要是因為他後面 沒有其他的字串 所以我就乾脆串在後面 ANDK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把K的詞放到這邊來 那當然呢你現在如果執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執行的話 會不會是符合我們所願的 其實這樣跑應該也可以跑出 我們大概要的結果 執行一下 所以這邊 把它執行 大家過來一點這樣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OK 這邊 城市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他全部都出來了 不過你會發現奇怪怎麼全部都人民幣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現在城市還沒改完 哪個地方沒改完 Range 因為Range全部都是 A1 有沒有 這個後面是 C1到 C39 那變成這個範圍都是 人民幣的匯率 所以應該是第1次是B 第2次是C 一直最後到K 可是這樣怎麼樣讓他可以 隨著那個什麼 隨著那個 我們的I的值 變化 那這個其實是真的還蠻麻煩的 所以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 第一個我先建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的話就是 他的 那個字串內容就是 B,C,D,E,F,G,H I,J,K 那因為呢 字串比較麻煩一些 如果你要 字串假如說 你要跟I搭配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就是先給 先產生一個 我們要的 一個字串 然後將來的話呢 我就去取哪個字 比如說呢 我取假設I等於1的時候 我就取 取B I等於2的話取C 依次類推 然後呢把這個值 丟到一個變數叫C好了 這個C裡面 那可是 我要怎麼樣剛好 當I如果等於1的時候 那就取B 依次類推的話 那我們可以配合一個函數叫MID 這個MID剛剛有用到 那MID的話呢 他第一個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的那個你要切割的字 文字在哪裡 我們就在上面這個 叫COL 逗點 逗點 他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你要從第幾個字開始取啊 我要從第I一個 那為什麼從第I一個 因為你如果把I放進來 如果他是1的話 那我就 後面逗點第三個是取幾個字取一個字 那如果說呢 當I如果等於1的時候 那他 這個公式得到的結果會是多少 那就是B 1 那如果當他等於2的時候就是C 一式類推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C怎麼樣 放在 這個跟這個變數裡面 OK也就是說我可以再把這個C 串在 這個 這個文字當中 那串的方法跟前面放那個I的方法一樣 雙一號兩個 先把C選起來 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AND再移到中間加一個C就可以了 所以呢 他就可以取得B的時候有沒有就把B這個 放在裡面之後有沒有然後跟 後面的E串在一起 B1 一樣喔這個C也是一樣 所以比較快的方法是 把 雙一號到雙一號選起來然後呢 選取 C之後把它蓋過去 這樣的話他就會 一樣這邊是假設D是B B1到B39 那如果當 I等於2的時候 他就取得是C 那變成C1到C3 所以喔這樣的話 理論上我們程式 就寫完了喔 OK 所以 這邊的話大概 幾個比較重要 第一個是4回圈 For I等於1到10 那把 其中一段程式帶過來 然後增加一個K 再增加一個C 那分別把K A 跟C 放在指定的 變數裡面的話 他就會亂出我們要的結果啦 那我們最後呢把這一段 亂一下 先刪掉那個 不要舊的圖 然後再產生全部 OK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按照什麼 按照我們要的 第一個是美元 人民幣 歐元 美元日幣 那你可以這樣 的 方式呢 去分析資料 當然 相對的會比你直接就看數字 來得快上非常多 OK喔 所以這個部分 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這一段程式呢 我一樣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 OK 好嗎